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我第一次做南瓜饼 大家猜猜我成功了没有 早上看冰箱实在没啥吃的了 家里目前最多的就是粽子了 今天这个是既不咸又不甜 里面也没馅 我实在是吃不下 只能吃这块没人吃的蛋糕了 有其他东西 银铛 只有最后三个了 只有三个银银 那你先去刷牙吧 五花扎起来你就两块 对吧 你在家里嘛 还有在里面嘛 还有在外面嘛 还有在床上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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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加油 今天集运舱堆积了超多快递 因为有一车货过关的时候 不知道啥原因被查了 然后又退回东莞的集运舱 然后又重新拉过来 所以我今天就一次性 到了两包货 蜡笔小心棉签 传说中不吃粉的刷子 两双拖鞋 一双19.9 一双9.9 看不出有啥区别 感觉是一样的 嗯 双9.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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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 两位哥哥回来了 怎么回来就抓头啊 哎呀 要不要洗个澡 为什么要在六月十八 就做这件事呢 呃 是他们选的一天啊 哦 我们选的一天啊 噢 我们选的一天啊 你看着上去 不是 我去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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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去学校 我去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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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准备做一个南瓜饼 无意中在网上刷到的 感觉好简单 就想试一试 我去学校 因为天恩 买蔬菜 因为他们是贴 水果 我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买 那一个也是五十八块钱 哦 跟那个中策 还是这样 坐在一半感觉很花时间呢 把南瓜蒸熟了 还是吃完饭之后再做吧 先帮我捐一点蒜蓉 坐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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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煎这个鱼吧 我来弄不够吃 我没有过煎吗 现在这些人都沾没了 反正好多好吃的菜 你越来越能吃辣了哦 半天出来了 跟哥哥差不多了现在 我惦记着未完成的南瓜饼 吃完饭继续开工 我放了油 糖和糯米粉 一直要揉到不沾手 我今天南瓜太多了 里面水分也很多 揉半天都还是很稀 我只能不停地加面不停地揉 你要不要练习一下吃辣 噔噔噔 哦 这可以 哈哈 爸爸要不要吃南瓜饼 哦 好啊 小心烫哦 还烫 怎么样 可以啊 哈哈 感觉还不够甜 不是带爛糖的 对 对 对